所以中油是在当初的政府政策 就是说发展这个石化工业 这个政府是用立项整体 就是可力反应的立项整体 什么叫立项整体 它就是不是从基本原料开始 它是从这个 基本是从这个成品开始 就是说 你像是说你从原油清油裂解 这些来的就是比较顺势 你像是从以锡丙锡开始做石化原料 再倒过来再去做清油裂解 这种方式我们叫立项整体 因为它是反 它是先把整个下油建立好了之后 再往上油去发展 所以整个中油公司 清油裂解工厂在民国57年开始 4年开始 因为54年建厂 57年才建厂完成 57年开始生产 然后其实在54年前后 这些国外的 我们就已经台湾的民间产力 引进国外的 这些不管是以锡丙锡丁锡丁锡丁锡 它出来做这个往下油走 然后整个真的清油裂解开始裂解了 所以才有以锡丙锡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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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